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的人 我市長就是沾對你 喔 我沾對你喔 我就是這麼記取分 我就是這麼會有取分 然後甚至用力拍打直班台 再唱 林蘇長 你教室在過的人想要做 我告訴你 我市長就是這樣 徐醫師 你說這個 黏得太思聞 我黏得太思聞 我是很希望看那個下鍋 我用很怕的口氣下去黏 我黏得太思聞 你如果真的有辦法看下去 大家來公平看看 我相信那些文字看起來沒那麼震撼 然後真的讓大家看起來 我看大家願不願意讓這個人 繼續當市長 我已經認得這麼難了 你還跟阿翁這麼思聞 我這個人一向也不敢說我思聞 我已經勝勁了 但是我是特別講 有這樣的一個市長出來 我們就要問個問題 這是他第一次 過去有沒有類似的官說的情況 這倒是真的 小心 我是比較 剛剛我有念一段 我比較替這兩個警察 一直打抱不平 因為 事情 昨天一起訴 昨天下午才起訴 市警局昨天下午立即召開人評會 將林黃勝調 基隆市警局後勤客警務員 然後廖祥全則調 基隆市警示分局警備隊 警察馬上調整 對 欸 這兩個警察是厲害的 你有錯啊 他市長 說來他們兩個調整 沒有你市長跟下令警察局長說不准調 說我一樣 我如果下令那一天他們才可以調整 就這樣 大家同進同退嘛對不對 你人害的 結果 警察局長把這兩個警察調整 這個警察局長也是超級奇怪 調整 你怎麼不把市長調整 所以其實我們從這整個的懲處程序 我們看到就是官官相互啊 他沒說 大家都做過民意代表 也都瞭解基隆遠景的可憐 我們這樣試想嘛 今天如果所長不從 遠景不從 也有什麼問題 議會開議 絕對是被交到議會質詢啦 那不然他可能就是莫名其妙被調職嘛 那有可能就是他的升遷管道 莫名其妙就 就被阻礙了嘛 那有可能就是 我不管這什麼事情 一天到晚都有人盯嘛 那請問一下 你一個基隆的小所長小遠景 他哪扛得住這種長官來跟你施壓 然後關輸的壓力 他扛不住啊 結果扛不住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檢察官 我就起訴你啊 好 你擋不住壓力 我就起訴你 你有什麼冤屈你到法院去說 那請問一下 他們兩個何其無辜 其實剛剛徐立石一次在講 張同榮這種囂張的樣子 我們有沒有覺得很似曾相識啊 會想到誰 會想到林毅室耶 你有沒有覺得林毅室那一種 就是囂張跋扈 長官威的那種模樣 就跟張同榮一模一樣 那你怎麼說 你如果我試試看 人家又跟我說 八千三就八千三 人家都要講過 對 他們兩個的同一個狀況 都是他們都在那個 所謂的戒視戒端 林毅室他就憑著 我是行政院秘書長 那我有辦法去叫中鋼斷料 所以你廠商錢就是要送來 張同榮也一樣啊 我今天是市長啊 我有辦法去叫一棟警察局局長 我有辦法去跟請 請警政署署長來處理你 那我就逼著你援警要放人 那請問一下 這樣的官員真的只是混蛋嗎 我們可不可以用壞蛋來形容他 那我們要講 為什麼今天張同榮應該辭職 張同榮本身有沒有反省的心 我們先講剛剛 剛剛羅教授一直談到 所謂的民調墊後的問題 坦白說啦 那個遠見雜誌在公布 這份民調的時候 張同 這是遠見雜誌 他在評比 對 張同榮還自我反省的說 他說我是個混蛋市長啊 我是個差勁市長啊 議會叫我實質是對的 大家都看到俄羅人說 有反省人力 結果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有自己做懲處嗎 他有真的辭職嗎 沒有耶 他反過來去懲處下面 二十幾個公務員耶 換句話說 他認為說 我今天會變成民調最後一名 我會變成混蛋 不是我的錯喔 都是你們這些公務人員的錯喔 請問一下他用這種心態去面對自己的 施政滿意度那麼低 他怎麼可能 我們怎麼可能期待他突然良心發現 覺得說自己 我自己認識錯了 我不應該去施壓 我不應該去關授 不可能吧 或許張同榮到現在還不認錯 是因為他打從心裡認為 我不過在做選民服務啊 你們到底起訴我做什麼呢 大家想看看 這樣的市長 無視爭議 無敦意還誇張 誇獎吧 他用誇張 誇張通榮 對不起 我相信我看到我怎麼誇張 不是啦 無敦意誇張通榮是好公譜 所以我在想說 無敦意說你是好公譜 我們各位觀眾朋友 你認為他是好公譜嗎 我們今天語音投票 我們電話是0951-095-098 電話是0951-095-098 大家卡在裡面表達你的意見 我相信這個意見 會給國民黨一些省思的能力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 因為我相信 可能最好就這麼混過去 下一次如果基隆市 市民又不覺醒 我要跟基隆市民講 你們繼續有這種市長 會繼續出來 不過我還是要回頭 看看遠景的心聲 環境 他的心聲說什麼 市長出面 能不低頭嗎 市長出來這樣 能不低頭嗎 這些基層警察的聲音 因為我是說 文明 基隆的警察 我們在做律師 經常辦行事 我們經常看到基隆的警察 有很多無奈 我想這基層警察的無奈 在法律上應該怎麼樣 他會給我幫忙 要不要幫忙 我想其實我們做律師 我們經常看到 其實遠景常常都會收到電話 關心 關切 對啊 然後可能甚至有關縮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到就是說 我們政府機關對這個遠景 基層的遠景 事實上 他們的心聲 事實上都不很重視 我們看到一次 我們這個新聞 2012年10月6號 你把它向著鏡頭來 把它向著鏡頭 2012年10月6號的 你看這個手機 警局配手機 台北市政府 扎下1047萬元 買智慧型手機 但是 警察局局長 相關的 比較高層的長官 他們拿的是iPhone 大官拿iPhone 或者是智慧型手機 小官 比較基層的 他就是只能接電話就好了 但是 是這樣嗎 當然 他就是這樣說的 所以你剛才在說 事情比較忙嗎 基層的最多都是要收證 對不對 你說像交通 違規的保護 或是交通車禍的保護 都要先告 國警還來 不會來啊 是不是這樣 是啊 這要用配 當然是他要配得比較好 基層的 應該這樣子吧 應該啊 他馬上 他馬上傳去警察局裡面 馬上就要做好賓錄 這樣可以節省效率 但是不是 他現在總要說 因為我們的長官 要看的 有時候他們 警察局長 有時候要到現場拍照 常常有看過 警察局長去現場拍照 你覺得看過 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 警察局長去現場拍照 認真說我也做到議員 也做到立委 沒見過 對啊 沒見過 所以說這個 我做到事做30名也沒見過 所以你看基層的 基層的警察 我們是這樣對待他們 政府的高階 政府的部份 既然 拿那些好的手機 要怎麼做事情 學生 我看 你剛才說出事 我很感動 你說這兩個員警 如果沒有錢請律師 你願意幫他處理 對啊 然後會找你一起 沒有問題 你找我 就是不分藍綠 一定一起處理 因為接待事情是公平正義的問題 是 那我覺得 共不動也可以有 非常實際有非常做 我記得 我們選理會的時候 我們平鎮市長陳萬德 他本來初選贏了 但是他涉嫌到 暴力討債 只是涉嫌喔 對 他已經獲得初選資格 照理也是要一審 判決有罪才能夠 剔除掉他的提名資格 但最後 也是把他勸退了 所以我覺得 是有案例可做 就看國民黨 對這個事情 你的看法 覺得他痛不痛 但我覺得不對就是不對 雖然 我看市長 普通時的鬼人 大家說到他 認識他人都覺得說 這人五經五義 那你看他 他是先客氣喔 他客氣的時候 你也會無法想像 可能都是90度該拜託 他最後就是 他碰到人 握個手一定90度 對 不管你 就是一個煩惡 走足太90度 大家想不到說 一轉眼 對 最後的一個套句話就是 大家說就是抓狂 國民就是 一要臉 你不給臉 你都 避免他 他的個性是這樣 然後還那句話 喝酒勿事 就變成整個抓狂了 但是怎麼說都是錯了 你看那言語之間講的話 如果他正常的時候 他不會講這些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市長自己 不要再去硬拗了 因為 已經筆錄都那麼清楚了 應該要道歉 因為這個事情 沒有什麼好在爭辯 事實很清楚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語音投票 我們第一階段 多少票 認為張東農官說 應該辭職下台的 現在認為他應該要辭職下台的 有5161通 64通的 認為不應該的 有39通 我們投票 繼續在進行中 觀眾朋友 你如果有意見 我想這就是最簡單 每12秒 一塊錢 那你大概按一下 就是一塊錢 一塊錢來表達你的意見 我相信這個投票的結果 國民黨 今天他們一樣會監看 會側路 他們會放在心裡 民眾的聲音 如果不表達出來 人家都不要插你 你就接受 對不對 官說市長你們也接受 那這樣子我為什麼要換呢 那這樣子 張東農又有什麼壓力呢 市長壓迫 警察都敢壓迫 你小老百姓 又算什麼呢 是不是這樣 所以大家收客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再跟警察後段 繼續討論